结婚三年 周婷儿回来自知去之可数 说是丈夫 他更像个偶尔路过的住客 孤儿 你特地叫我过来 不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不是的 今天是我们三周年结婚纪念日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你不必了 你送给我的相代之用金 没有心 周婷儿 哪怕是今天 你都不能对我露出一点笑容吗 当然 你想要我怎样 陪你发疯 还是陪你过这个 无聊到极致的纪念日 怎么会无聊呢 人生没有几个结婚纪念 是不定过了这个 就没有下个了 你会让他没有吗 你觉得吗 别着急 我礼物还没送给你 我礼物还没送给你 地 Где 我们离婚吧 准备 这边 这边 你的家 你在这边 你的招数还真是藏 出不去吗 我一分钱 没有你的话 你就牵我 那我那事情都好 你跟我适合而知 我没有时间陪你玩这些无聊的巴戏 我说今晚要给五金鞋 你看 这是不是普遍投进的巴戏 没办法 我也看到 没办法 今天晚上 只有死 没有经过 好 那你也好玩 你去哪 你去哪 尝试骂我 在那一天 欣妖 你不要跟周婷安婷婚言 你不是被胎子死去回来的 是啊 她 可是 她心里有别人了呀 三年了 两条狗都在养手 可她 小姐 我和婷安马上就要订婚了 我希望你能主动退出 订婚 徐小姐 我和周婷安已经结婚三年了 我和婷安是青梅竹马 三年前要不是我出国的话 也不会让你假云逼婚趁虚而入 你这偷来的豪闷太太 未知也该缓回来了 徐小姐 不管你怎么说 我是周婷安的妻子 我是不会离开她的 难怪婷安说你恶心肯定 像块又臭又黏的狗皮膏药 怎么甩都甩不掉 你知道吗 前几年她每次去见我的时候 都恨不得把你碰过的皮肤搓烂在里 你已经折磨了她三年 你还不肯放过她吗 对 这三年我们一直有联系 她爱的是我 是与你 我希望沈小姐 你能有点自知之谜 能让我们撕破最后的天空 我们的这段婚姻啊 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了 与其互相折磨 不如就此地说 你这么看着我 我是说错什么 不不不 我觉得你说的简直太对了 我是没想到 这段恋爱脑怎么会突然看窍人呢 你才恋爱脑 谁说你不是 谁说你不是 三年前 一会儿给佩玲设置的那套手指星光 面试就有情绪大的轰动 当时设计界都说 你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设计师 当初女傲都是转师封闭 嫁入豪环 而是太老八年 你现在呀 早就想进全球了 哎 你还不知道吧 到现在还为 正极球你一设计 正极 还有这种好事吗 你自己看看 我还是能跟你一起的哈 朱婷安花三百万 买一条项人设计 是个狗 给别人花钱大手大脚的 居然好似让你见面说过 思雅你要这吗 周总 我刚确认过了 夫人昨天晚上 都搬出了新闻公关 她除了自己的孙生物品之外 什么都没了 还留了这个 净身出户 什么都要 林达 你给我翻译翻译 她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懂 是 问这个单身狗有什么用 周董 您不是还这么人身攻击的呀 对了周董 您之前一直让我找的是 设计视频 有消息吗 还需不需要请她给 夫人设计项链 作为证件礼物 她都要跟我离婚了 我还给她送项链 我有病吗 行吧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核心给杀了 行 陪你封闭三年 好不容易出现 还是先保持联系 万一以后有合作 什么 公司合作 是 是 是是是 我们周董 一心为公司着想 其实是 我等凯管 乖乖蛋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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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能找我和好了 这么快就能找我和好了 离婚协议书收到了吗 我已经签好字了 你有时间告诉我一声 我们去民政局把数据办了 一声行咬 这么久消息都不会了 有人都是没看到 哈喽 请问您看到我消息了吗 您对离婚协议说不是很辛苦 别跑 你 不 你 你 你 继续 还不怀 周总 我知道您的工作很忙 但是请您可否感到之间 抽出时间来和我离个婚呢 特别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 有时候我们要从我们进去 继续 我看你了 什么事 周婷啊你能不能醒啊 应该昏磨磨叽叽的 你要是真的那么不想见我的话 那赶紧把手续绑了 以后老死不向我 这个狗男人竟然把我的微信给拉黑了 喂 太太 周总今天要去出差了 他会给他的那件 来来挑我的衬衫放哪儿来啊 他衬衫在哪儿关我什么事 他要找成钱的话 请他去找保姆 别人叫我 联系友 我给你半个小时到幸福中间 我花多少钱 才能把这个狗男暴打一顿 他把你包你的白色 搞出你人家狗男都会进 这衬衬衫 这衬衫还是结婚呢 我特意给他买 天儿 今天去买了一件衣服 觉得特别适合你 你试试看 怎么样 这衬衬衫 本用这种严价的方式来讨好我 你少一点那种 一眼就能被看得出来的消息气 明明嫌弃这衬衫 却特地叫我回来 不是为了报复我 故意捉弄我 又是本事 找到了 你没长眼睛啊 其他的呢 什么其他的 如果突然一周 你就让我穿一件衣服 周董 周先生 我提醒你一下 我们已经离婚了 所以下次 找春山 收拾行李全活 请不要再找我 劳烦您去找宝女 我请你下一位 我也提醒你一下 咱们俩还没有办离婚手续 法律上你还是我的妻子 所以这些活 只能你干 没得商量了吗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好 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其人的话 那我就去找许志毅来给你收拾 他一定跑得让你痛苦 没什么关系 沈静悠 我最近是不是太动了你了 周总 请你用字准确一些 我可承诺是两次 行了 你这欲行故纵的把戏 想玩到什么时候 你不用再一而再再而再 挑战我的底线 说吧 你这次想要多少钱 周总 我真的只想离婚 你不是对我厌恶至极吗 我提离婚 你应该偷着乐才是啊 何必在这心情走大 我什么时候说我 我知道你怀疑我的目的 你放心 我可以写保证书 离婚的时候 你也可以带着律师摄影师全程跟着 我保证 不会勒索你的一封一号 更不会胡搅蛮缠 影响你找下一人 怎么样 周总 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说了我要出差 等我回来再说 好 好 那我配合你的时间 周总回来 进来告诉我 好难怎么回事 不是之前疯狂想摆脱我 现在搞得好像还是我求着你 当理会子 莫名其名的狗家人 去 周总 您怎么办 看着好像不太高兴了 最近 你就会跟太太说过什么 没有啊 太太不上书门 您又不准她接触公司的事 再说了 最近也没什么不好的创案 那她这是闹事 跟她 猫 周总 您不会到现在 还不知道太太为什么要严战 我怎么可能不 管得着吗你 赶紧联系泰妮 定制那条项链 哦 靠我们还是 还得分他们来 呃 周总 Penny 拒绝了 为什么 你嫌钱不够啊 你告诉我 钱可以加 那我意思是 不是 是 那是什么意义 Penny说了 涉及要看演员 她还说这个 别置之物的 快说 Penny说不接渣男的狗蛋呢 周总 这我就搞不明白了 她什么意思 您是渣男还是狗蛋呢 是Penny说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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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是得罪过她吗 她有病不得 她有病不得 她 丑啊 周总 好好好吵下去个呗 周总 周总 那太太离婚这事 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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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狗男人只有你了 蛤 那狗男人设计下来 肯定是为了给 喜剧一张电魂礼物的 她当我是死的吗 让我一个还没有离婚的前任 给她的线人设计礼物 想的没 这狗男人这么扎的吗 真是 我有个想法 我想付出工作 我想离开周庭安 过啥就好 太好了 慎光集团 正在招设计师 他们的老板 刚从八里回来 又没有人都在 还特别有钱 最终的老师 长得特别的帅 真的 要不我去生生 我给你安排 咱们终于去立局 男后面的老板 直接每个人都当上老板娘 奇怪死周庭安那个狗牌 好不意 干嘛 你 买带姨妈妈 嗯 老公你问了 我就把你买几个吧 行行行 买点吧 你不也快来了吗 怎么了 我 有事 两个月都没有 不会是 怀孕了吧 吃吃 吃点乌亚的 吃吃吃 我可能就是三年前 流产之后 东西不准这样子 再说了 他会做到什么吃的 这做了措施 这也不是百分百的呀 你还是冲锋去查查吧 嗯 再说吧 我敢跟你现场工作 李小姐 您能来盛光和我们合作 我们真的很高兴 这次是给我订婚设计东西 我也希望和你们合作愉快 您放心 这位小姐您是 我是来面试的 这儿看起来 也不像是却现在光一样的 是啊 这几个师傅 和许小姐的 你什么意思 石金瑶 据我所知 这三年来 你一直是家庭主 是吗 你现在想当设计师了 你没上过门口的重点 这是我的事情 就不用许小姐的心理了吧 你可以说 所以 多去去郡州总 赶紧给我的帮忙 要不然 你 想不到一个 灯火上台的小专 这么做 总裁 你好 我 十月 是你 星瑶 我回来了 十月 是你 星瑶 我回来了 星条 你设计的星光 已经火遍整个设计圈了 谢谢 我给你也申请了去巴黎的机会 以你现在的天赋和能力 一定很快 就能成为全球著名的设计师了 星瑶 我喜欢你 跟我在一起好吗 星瑶 这是去巴黎的机票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 十月 对不起 我的梦想不在哪里 你怎么会突然回来 你当初说你的梦想不是巴黎 所以我回来了 十月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你当初 就是因为她 所以才不去巴黎的吗 嗯 就是 我刚刚的话还能说完 我这次回来 是为了帮你实现梦想的 你不是一直想成为 全球著名的设计师 奶奶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吗 你却让我相信 这个梦想的 你因为你还记得 我自己不敢 你还记得 我个人 我才记得 得什么 你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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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你还记得 我感到 我已经去 他人呢 太太一直就没回来 竟然这么沉的武器 到底像怎么样了 喂 停啊 明天陪我去参加圣光的宴会好吗 没兴趣 可我听说 圣光牵下的佩妮 停啊 周氏和许氏的合作刚开始 我刚回国人生地不熟的 你陪我过去帮我引荐点人脉 我也不用世事地来烦你 佩妮 嗯 就是那个很有天赋的设计师 她的成名座星光会在宴会上展出 你就陪我去看看嘛 星光 不就是水晶瑶西方的五条小脸吗 原拍一下吧 我去 今天很多人都是说你看你的星光 来的 看样子 我还算是有点年轻 你先在这里看着 我去找他点课 沈小姐 你也来看清光 这个是佩妮设计的成名座 过去三年 都被国外皇室收作珍藏 这样挡机的珠宝 沈小姐你平时看上一眼 也是莫大的夫妻 不像我 想要的话 也是偶尝 可为什么我觉得 许小姐的致富值脸 是配不上心 你 是吗 不过我想要的话 平安她是一定会买给我的 我的男爸来了 不打扰沈小姐 你继续欣赏星光啊 多看见啊 以后到我手里 你想看一看不到 我看见她 我看见她 见她 不过 和她 搞男人还想给许许一名新工 很配 星庸 过来 平安 你来了 拍了 有什么名 拍你呢 我没见到拍你 倒是见到 你老婆 他和生活的宋总在一起 给他做个伴 他们看起来 孩子很亲密 那也不行 祝庭安 放开我 你在这干什么 我在这干什么 好像那边不是 你需要我提醒你 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那我也提醒提醒你 我和你已经离婚了 所以我去哪 我想你应该放开我女爸的手 你的女爸 我叫她出去没几天 你又给了我一个大的惊喜啊 许悦 你走吧 等一下 凤凰 今天是拍你的换鱼链 你不找拍你做你的人 你找我 你找我 谁是一个 咱们还能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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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下载了 你什么下载 小心给我警告你 没点造谣 现在呢有请我们盛光的丰座 来讲底绝 欣妖 我先过去一下 那我像你们个人 应该没问题吧 没事 没事吧 今天这场欢迎宴 除了庆祝设计师潘妮与盛光亲人外 还是为了公布 盛光和片米 接下来 将会地址的三号 也为初恋的庆祝 三年前 盛妮推出了作品 《星光》 那寓意为 《追逐梦想的光》 那这次的新作品 又命令初恋 原因是什么呢 初恋系列 是针对年轻市场 至于寓意嘛 这不是人家 初恋是轻色又便宜的 有时候让人想起来 就觉得像身材的一样 等到成熟时 再去品尝它 味道 就不一样了 孙总感觉的这么深 那么宋总出练是什么时候 大学 是不是宋总和潘妮 是大学校友 那宋总不出练 不会就是 潘妮小姐吗 对 算是吧 大哥 这三号 能实现的 还没什么出练 出练 出练 找你做女伴 还在台上大人出练 看来沈小姐的眼光 比我想象的还要长 是 我的眼睛一直都很长 不然 还像周深那一样 你 大家安静一下 刚才说了一些题外话 接下来 让我们邀请 今天的主角 Henny 事情要干什么 这些东西 放开我 你该不合是吃宋时月 和潘妮的错 想上去闹吗 你管我 你和宋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你给我解释清楚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上去丢人现眼 又想让我和你收拾滥谈子是吗 我丢人现眼睛怎么着呢 我丢人现眼睛怎么着呢 周总 你不觉得以我们性格的关系 说这个很滑进 咱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排队 预约离婚的关系 沈小姐 我的人呢是有限度的 请你不要一再停着我的底线 你要是再让你一分两对线 微笑会好看 周总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 是会让我想通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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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醒悠 嗯 你 不好意思啊 你也有处理 你故意的是不是 没有 真没有 好 没有 那好 回家赶紧去 周总你干什么 你没事吧 送我 你已经有初恋了 还在这儿勾引酒 你们国外回来的 玩得挺花啊 我说什么呢 别礼貌了 沈青瑶 认清你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还说什么 沈青瑶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不必了 我自己的人 我自己能送 星瑶不需要周总你这个准前夫 是吗 沈青瑶 你要跟谁走 你要跟谁走 嗯 那个沈青瑶 我今天可能 湿坏肚子有点不舒服 我先打个车去医院 那个宴会 宴会哪有你重要 走 我开车送你去医院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走吧 沈青瑶 沈青瑶 我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周总 现在不是你闹我脾气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 希望她很难受吗 让开 放开 放开 帮我查一下 沈青瑶和宋世瑜到底什么关系 马上查了 医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 恭喜你 要当爸爸了 什么 什么 我 我怀孕了 对啊 妊娠四十天 R1接生 你之前的情况不是拉肚子 是正常的孕妇办法 当孕妇很辛苦的 当家属要好好照顾 以后饮食要清淡一点 多散散步 好 可是 我们都有做错试验 避孕套这个东西不是百分之百避孕 你看上面写了 百分之九十八的避孕概率 会这样 那都是要给钱的 再说了 你们这几个月不能再同胞了 嗯 医生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可以做手术 不想要 做是可以做 但是之前你留过产 如果这次也拿来我的话 恐怕以后很难换上 那医生 我们再考虑考虑 谢谢啊 你们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你现在身体也太虚弱 不适合做手术 如果要做 半个月后再来吧 谢谢医生 谢谢啊 你没事吧 没事 今天谢谢你陪我过来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那个 你打算怎么办 还愣怎么办 难道拿个避孕套 去找商家负责啊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好像光明明明就在前面 我只要走一步 再走一步 一步就能摆脱身后的肺炎了 可是有个人突然在门口 给我树了一道高墙 让我怎么跨越高墙 那你 准备告诉周婷兰吗 她再敢没有兴趣知道吧 我现在只想赶紧把婚给离了 你放心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陪着你 周总 周总 董事长又打电话 催你回老台了 说是有个正事要 她除了让我和沈兴瑶离婚 娶那些她看得上的女人 她还会干什么 然不是 周总 我说过不是谈离婚 你过来 我会跟你谈 好 我现在就去 来酒吧谈离婚 周总的喜好 还真是特别人 你除了离婚还会说什么 我们之间 除了离婚还有什么好谈 你和宋世月 是什么关系啊 我听说你前几天 去神光面试了 听你新婚说的吧 怎么了 都要离婚了 还不允许别人重操就业呀 重操就业 з 周 晴 安 周总 周总 你 怎么了 怎么了 周总 你 你是被人下药吗 我 我可以帮你 你 周总 我怀孕了 我们结婚吧 你这种为了钱 算计别人嫁入豪门的把戏 还想玩几次啊 所以 你是觉得我是为了和宋十月在一起 才去盛光给他工作的 不然呢 以你的能力 能进盛光 你以为你是拍逆啊 原来你是这么看的 周婷啊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之前嫁给你 都是为了钱 那是为了什么 那是为了什么 小妮长得真不错 他把盒欠了咱们老大五百万 不是直接把他带回去 给老大赶债吧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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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碰我 前事啊 你是否 滚 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 遇到这种事情 报警比哭汗有用 周 周 庭 安 周总 周总 你 怎么了 你说话呀 不是为了钱 那是因为什么 周总 今天你既然不是来谈离活道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 沈兴尧 你当初为了家庭 甚至还成怀孕 为了当上这个周太太 你不择手段 现在你跟我提离婚 你觉得我心吗 周庭安 之前是我做的 现在不管你姓劲 我只想跟你好就好散 我也很想相信 你不是为了钱 初恋系列你想的怎么样 我们去公司商量一下 好 他们听说是Pennie设计 昨天官网都沦陷了 那我 死不下方法 放开 是不是我让他们 吵你们忧郁 叫你们总裁下来 喂 太太 你父亲来周氏了 我觉得你还是过来看看比较好 好 我买上过来 周庭安 清晓 你去哪儿送你 我看你们谁敢送我 我是你们总裁的岳父 我控制 我让他们炒你们鱿鱼 你信不信 太太 你父亲已经在这儿闹了半个小时了 对我们周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周总让你三分钟之内解决的来是吧 不然 就直接叫警察过来 做司法程序 我知道了 沈君 沈君 起来 起来 清晓 你来的正好 赶紧让周庭安下来给我钱 啊 我说了我已经和他要离婚 他现在和我没关系 怎么可能没关系 你这三天让他白睡了吗 啊 开玩笑了 他在外面玩女人 不给钱人家能让他走吗 你怎么走 不再打紧了 清晓 你敢 来 来呀你这么大 郭队主 我抱紧啊 好 宣经啊 可以 有你的啊 有你的 你们都给老子挡着 挡着啊 挡高你给周庭 我还没听 我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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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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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了 郭队主 辛苦你 帮我对周庄说一声 抱歉 太太 嗯 没事 别看了 散了散了 疼吗 她是你爸爸 她是你爸爸 让你开笑吧 周总 嗯 解决了吗 太太她 她什么呢 她和盛光和父母一起 什么 啊 啊 哈哈哈哈 周总 我看太太 跟你离婚的一直挺坚定的 那还找佩玲小的事 你哪只眼看到她跟我离婚的一直很坚定吧 那叫欲擒故纵 哎呦我傻的 学着她 继续连不开你 让她给我设计一个比星光更好的女孩出台 好的 周总 这不明明还在意太太吗 男人呢 哎呦 先生 哎呦您这是 嗯 你咋喝成这样了 快快快 您躺着 哎呦 我这就去给您煮点解酒套 哎呦 哎呦 先生 这解酒套没有了 哎呦 你给 你给她打个电话 哎呦 喂 夫人 家里没有解酒套了 我和你们周总马上就要离婚了 请别再叫我夫人 而且解酒套的事情也不会 可是先生说了 说你之前买的解酒套效果好 他喝别的不管用 能做好吗 但是我亲手熬的 他只喝您煮的 怎么了 现在才发现我熬的新酒套有七次回事的存在 哇 水星遥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啊 忘了和你同归与镜了 你还有一张五百万的签条在我这儿 好嘞 周总 我这就熬了给您送过来 我怎么把这儿剩下了 我要结婚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您换肚寨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脚帮给您的 不用的 你用了那么多手段和我结婚 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吗 浩波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自己是在做什么呢 уд The ソ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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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查说 COMM 你ES 情景汤 到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show 宜 cab 我有έλ 吗 老邦 周总 这件事情可以明天再商量吗 明天 虽然我欠了您的钱 但是我一个人见人爱 花见花对的美女子 大晚上在你这儿 恐怕不太安全吧 盛景佑 你脸皮 怎么这么厚啊 你说我不要脸人很多 这点啊 小屁 明天再探欠款三倍 明天再探欠款三倍 算你喝 小总 是这样子的 我呢 手里还有点小钱 我给全部都还你了 剩下的分 分期还 当我这开一个 那你想怎么样 依次性还清 我 拓着我 你也可以每天来我这儿 整理房间 洗洗衣服 洗洗内裤 洗洗袜子 一天多少钱 一个月 二十 周总 身上不太好玩 我心里好像跟你一点 不太公平 你让我做的这些 要是算到你结婚时 一个月二十万 并延就是 二百六十万 那里就是七百二十万 我们结婚三年 不能剩下来 你也该借我两百二十万 我也不是说 非要你还这两个 是吧 不用这样 你觉得 我们两亲 怎么样 你不会以为 你是个逻辑小天才吧 你也这么觉得呀 我不这么觉得 我没跟你谈完笑 我也有要用 那你说 你怎么还 那你说 怎么还 一个月还清 不许分歧 那周总 你今天实在是不方便 我是这样给你走 哪不方便 你是怕我对你这个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的女人做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们以前离婚了 要离婚就是还没离婚 咱们现在是合妇夫妻 可以有一个女人 刺激之间的意义 沈星友 你之前不是去过医院了吗 你 老哲平啊 你是把我好不了 尤其是看到周总一样 病情会嫁妆 所以你麻烦你了 之前是你求着 这回事让我睡了 你现在跟我玩这个好 你真当我脾气好是吧 我又想干什么 我制止你这怪病 你 沈星友 你 你别胡来啊 我 我发病了 我发病了 日子事情 是你 你 你明知道我不会让任何人回 包括你 你还拿这个跟我开玩笑 有没有开玩笑 有点对我离开 这个运简单 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办 我之前已经上了我自当了 真当我傻 不这么久了 他还是不信 爸爸 等你爸了 回来 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茹先生 假花了 你 君子 你下来了 你想回来家属 那里 联系不上家属 了 你好 刚才舌头 不转就好 快 天啊 孩子吗 孩子帮什么 孩子 这并能单上写得清清楚 你是因为蓝尾炎 发作才从楼梯上摔起来 更难就没怀疑 实行啊 你竟敢驾驭骗婚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可以吃饭 我看来下次 我得换你这样子 没有下次 好 明天有点 明中之间 行了 你别后悔 没有比赛年轻 嫁给你更后悔的事情 你 你早别忘了 还要我没有理解 不用了 珊珊 你还有工作 珊珊 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昨晚我梦到 是我三年前的那个孩子 一个老程 你说 我怎么能忍心再恶杀他一次 好啊 你生下来我陪你一起养吧 等你以后重新嫁人了 跟那个狗男人的孩子 叫别的男人爸爸 这一次他 想想那个狗男的孩子 就很熟 那我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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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有时间来和我离婚呢 原来是和许小姐在一起是吧 我 我 离婚 离什么婚 谁跟谁离婚 行 不离婚也行 那之后走了 以后我们就各自各自来 那你就别怪我 我多给你带几点鲜业的通报 你 你俩干什么呀 我买了早饭 我快来试试 我就不吃 自己吃 我跑了很久才开刀了 那我跑了很久才开刀了 好运了 好运了 你又是神机 那我马上呢 那我马上呢 我就是有点头疼 还不错啊 我今天要摆脑了 我今天是来想跟你说说 咱们两个人订婚的事 咱们两个人订婚的事 咱们两个人订婚 订婚 你是想让我犯重婚罪 帮我去争号来吗 不是 我是听周伯伯说 你和沈潇娥离婚的 你听错了 那可能是我误会了 平安 下个月有一场珠宝是上大秀 周诗是承办风 正光是参展风 我想和Penny合作 我一家抽烈系列的代言 你明星 至少让我给你当做 给你安排通告 是啊 停安 你这我怎么这么冷漠 咱们两家是有联姻的 如果不是我出国的话 也成全不了你和沈小姐 你是不是 该多一点补偿 再说呢 沈小姐也在胜光 他和宋总走那么近 你就不担心了 这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如果你帮我和Penny合作的话 我可以帮你盯着他们两个 而且 我也能帮你势陪收下酒 可以 你答应了 带不着我马上去 走走走 记得吃点饭 好 坏 真敢挖黑我 又是离婚失败的一天 这狗男到底想什么 不对啊 他也没有道理评 难道是我喝顿拼了 新娘 走了 没事 我记得你特别喜欢吃这些绿豆糕 我今天可以去买的 买了你还记得 我们以前经常吃这个一起讨论设计 你还记得吗 我也都没有忘记 我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没有忘记 这些年我都是靠着这些一直在坚持 十月 好了 我们不聊这个了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讲这些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一直在等你 谢谢你啊 十月 对了 我想求你帮个忙 是吗 可不可以先不要公开我是潘妮的身份 为什么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我不想在离婚前 把我自己和孩子推到公众面前 而且你也知道 我爸签了赌债 他如果知道我是潘妮 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秦老 这些年 你受苦了 然后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你以后 可不可以 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也没关 什么事啊 周总 这是我们盛光集团 你来干什么 我找我自己老婆跟你有关系吗 谁是你老婆 你是我老婆 哎哎哎哎哎 等会儿 你帮我拉黑了 你说话 都要离婚了 拉黑不是很正常吗 难道留着联系方式 以后约着去彼此的坟头等低啊 再说 你不是也帮我拉黑了 这不就是两亲的意思啊 你每天发消息 除了离婚就是离婚 我看了烦 那就好啊 这样就不用烦了呀 刚好一碟两碗 基本关系 三句话不得离婚 你就这么想离婚呢你 难道 周一等之前 以为我说的离婚 突然开玩笑 昨晚明明都说好了 昨晚明明都说好了 我说完了 我端本什么都不记得 不记得就好 不能让他找回你的事 你说 要把我的债给你了 啊 不可能 周总对自己的认知 还真的是清晰啊 什 什么认知啊 周八屁 周总 你今天到我们盛光来 到底是干什么 Panny呢 你找Panny干什么 她新设计的初恋系列 代言人由我来安排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周氏 是这次珠宝展的主办方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Panny呢 我要见她 你没见过Panny吗 你没见过Panny吗 我没见过呀 她封闭三连 我去哪儿见她呀 怎么了 我没见过 她不是你们的合作吗 当然能哪 但是 今天 你不在啊 嗯 不在啊 行吧 那代言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沈兴尧 你来自作 我 你 我拒绝 为什么 你拒绝 好啊 五百一百 周总 现在要是拒绝的话 我们盛光还有其他的人 这次的报酬我付双倍给你 不是 屑 可以吗 反正我对餐厅的作品也比较熟 刚好 这样钱了 你这次的事就是什么定的 好 上班 出来 咱们谈谈 我 谈谈 小心一点 你见盛光 是给你来的 你很喜欢陪你 周总什么时候关心一些我的事情来了 你对潘妮这么感兴趣 难道你 我能对一个陌生女人感什么兴趣啊 试试 哟 你就是沈青瑶吧 居然敢设计周总 果然是没脸没皮的剑骨头 瞧你这项链 应该是星光的房款吧 不愧是野鸡 当了假凤凰 也只会带假货 这不是房款 这是真的 黑你的星光 可是被皇室收藏的 你这不是假货 这是什么呀 这么高档的酒会 可容不下你这种假东西 给我取下来 放开 在什么呢 周总 我们不是故意的 他在假货 行啊 这不是假货 这 摘下来 行啊 周家不缺你吃不缺你穿 你带一个假货出来丢人现眼 摘下来 该干嘛干嘛去 林楠 你联系一下那个叫 拍你的设计师 为谁先要定制一条项链 这不是什么 没什么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 你管得着吗你 周总 周总 门在那边 慢走不送 林楠 把那个项链定下来 我砸死他 喂 Pandy小姐 我们周总还是想让你来设计项链 这次出价五百万 五 五百万 请问 他是要送给谁呀 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的人 现在我喜欢安妮所以给我的 这个 反正 在前面 我也缺这种办法 那好吧 这吧 是要承担 你会把她的担心 我心里在担心 我把人都在担心 你最好 坐 坐 Penny小姐接了您的设计 五百万 不接是傻子 这样的话 太太肯定会很高兴 好不高兴吗 当然啊 您不是说了吗 太太喜欢Penny啊 这样太太一高兴 就不跟您谈离婚了 真好啊 心爱是吧 十分钟 走好嘞 好嘞 周总 你们说 谁会是初恋系列的代言人啊 听说是周氏和周总亲自要命 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人吧 说不定啊是周氏下一个要捧的明星 心眼了 你不好好奇吗 可能是周廷安本人要出道吧 许小姐 大家好 我是初恋系列的代言许志毅 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好 听说 许小姐可是周总的美女了 怪不得带你出演戏 这狗粮 也太狠狠了 我的妈呀 周总真是太痴情了 竟然为了许志毅做到了这种地步 怪不得周总要亲自来哟 是许志毅的话 一点也不意外 听说啊 他们快要订电工了 准备开会了 为顾客创造高端服务化社会 好 散会 沈小姐 等一下 许小姐 有什么事吗 你不建议吗 不在意什么 平安知道我喜欢Penny 所以特意给我安排了这个代言 我原本想低调一点 可是他说 只要我喜欢 就会给我最好的 他还说 要找Penny都设计同家项链 你知道的 Penny 可不是谁都能背上的 你说完了吗 你不建议吗 不在意呀 我在意许小姐 浑身上下 散发这个小脏的恶臭气息 好臭啊 许小姐 水平衙 你 可 竟然是为了许志毅 你 刘子 到这儿了 怎么了 你要被辞退了 我可不能被辞退 我下雨有老下有小的 我家里还有一个 行行行行 别废话了 断路了 来 其实就是 Penny小姐了 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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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给狗设计要不给您设计让你死的这条心 您是否得罪人就来了 我见到没有见过他怎么会得罪他 灵难 是不是你对接 周总 可不是我 我对接一直很有礼貌 但是对方态度很坚决 就直接把我拉黑了 嗯他是 就是派女跟沈星老一样 出去玩粉 那怎么办 到时候太太拿不到我那我 只要被逆了可怜 我们周总到时候就变成 没有药的可怜的箭 不可 来这么些词啊 不错 但是我听说 盛光今晚要在广会酒店召开 初恋的干净推广会 为珠宝秀做预热 你讲的人应该就是陪你 这样 你安排一下 筋膀过去 好一点 尾声说是不在意 不还是问了你怎么办 对 逗逗 我现在就去 初步的设计稿就是这样子吧 设计里面我已经标出来了 不过 我不带风味出面 接下来事情还没有麻烦你 你我之间有什么麻烦 先吃点东西吧 一直没有到现在 来 对对不起 我没事 你没事吧 没事 但是 可能是 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 啊 你还没事就行 你 要不去处理一下 哦 没关系 我洗洗澡就好了 赵总 盛管的人说 佩妮小姐就在这里面 好 去吧 总是你啊 看到吗 在洗澡 洗澡 事情还好 你在这干什么 我好像 不是中准成功 为何 还要回你过来 我不想跟你犯罪 你什么时候回家 回家 为什么 说呢 周总 我们也在一起 你到底为什么要离 一共还需要理由吧 我不想和你过来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缺钱 你那个毒鬼老爹还不缺吗 你跟我弟子婚 拿什么添他那些窟窿 这是我的事 我害怕 你有那个能力吗 周总 你没什么事 他跟我没什么事 请你去 谁说我没事呢 我来这儿 你来这儿 是他呀 你给我解释解释 三更半夜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她还在洗澡 我问你你想干嘛呀 周总 你与其他门凶干嘛呀 季晓 你没事吧 好 没事 谢谢 你需要我提醒你 他人谁的人吗 你需要 周廉安你有病吗 季晓 季晓 我 记住了 他是我的人 解释 什么解释 你和宋世月在酒店里面干什么 刚才如果我不来 他从浴室里出来 你们俩想干嘛呀 我们已经要联工了 我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 我 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 你 说吧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上次和下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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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和下属的关系 这么晚在酒店里面开房吗 我们在身上推广会的事 那他为什么要洗澡 他在一个有夫之妇面前洗澡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知道吗 离他远点 十月才不十月想的那样 你很了解他 他温柔体贴 不想有的人 童霖 你说狗的吗 我不许你再说他一句好话 我不叫你 家里红旗不倒 我还不再计算朋友呢 申得我 太太和那个宋总是什么玩家 沈兴尧尧 讨厌宋迟月 没看出来啊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 我看太太是讨厌你吧 不是吗 我说 那太太为什么跟你离婚啊 我哪知道 她生气了 生气 那 太太为什么生气 你 女人心 还挺真 等我理解 对 宋总 我今天给您收拾行李箱的时候 我发现您给太太带回来的礼物还在 我要不要给 太太送过去 她都要跟我离婚了 我还在送礼物 我有病啊 我放家里了 老费 我还是想给太太送过去 还得我想礼物 我都要 还能走 我还能走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还不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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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我带你 你坐 我坐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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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 你坐 我坐 你坐 我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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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准备啊 得 这家没有得散 可以转一下这个袋 这是我们周董给各位带的礼物 辛苦大家了 不好意思啊各位 这周庭文是什么意思啊 他什么时候这么和爱可亲啊 周是对我们这么看重 肯定是为了许之一铺路 周总这么优先对许之一 不过我好像听说 周总的太太 应该是为了前尚位的 不像许之一 又是大明星 又是许家千金 而且啊 和周总是青梅竹马 是门当户对的真爱 上班时间你们在这说些什么呀 不想干了就赶紧打辞职报告 不想干了 李希腊 你别往心里去 我不知道周庭文 没事儿 狗男人嘛 做一些狗的行为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几天 你医者会加根 身体能受得住吗 挺好的 宝宝也很乖 那你听话 我要多赚你钱 用这样子 以后才可以挪护他 我会陪着你的 嗯 我去忙点手足的事 好 那可是太太最喜欢的巧克力了 太太打开 肯定能明白周总的心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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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得好像大快车 许娇姐您来了 提醒您要跟周总订婚了 谢谢您 您先忙 您说他今天怎么没像风狗一样铺上去 可能打个同学一标吧 瞧他风光的 现在到处都在穿 周婚要为了跑谈 拿你的初恋设计去铺铺 臭死渣男 我们还没离婚呢 没事 每天我也带他小铁肉 跟哥哥 哼 看你呢 我在 是吗 那你是对接人 你来吧 关于初恋 我有一些想法也有什么 不是 你上反正要代言初恋 你现在还有意见了 走吧 什么问题 沈小姐 初恋是铺铺特意让我代言的 你知道 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 我就是铺铺 行啊 知道了 我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 是天上第十五位 说正事 既然初恋现在是我代言 我想给里面加一些 我自己个人特色相关的东西 客人特色 你说的个人特色是 特色 还是 漂亮 沈星尧 怎么 我男生做了吗 我知道了 你是嫉妒了吧 可惜 就算你在这段婚姻里面 你负出了三年没有怎么样 庭安 谁喜欢我的个人 站住 我还能说完呢 庭安 我只是来找小姐说初恋的事 可是她推我 哎 哎 你眼睛一直这么长吗 庭安 你在说什么 姐姐我听不懂 太强了 你来这不是找 找佩莉的吗 佩莉小姐不在 沈小姐是对接 哎呦 出去吧 出去 周董 我和你没什么口水 你等一下 那个 前段时间 周氏送过来的礼物 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不喜欢吗 为什么我倒喜欢 车总 你为了讨好许小姐 不必这么问她 来恶心我吧 你干脆直说 你要收买整个圣光 来追她好 谁说我是为了她 那不然呢 那是 周总 真的 我跟你没什么口水 别问我 周总又来圣光了 听说说要找佩莉 就是为了让小姐 更适合初恋的心情 周总对这个白月光 真是太伤心了 我又磕到了 她们俩是心灵足马 天造地设的一对 幸福也太幸福了 佩莉小姐 沈青瑶的 沈青瑶的 周总 夫人刚刚拿手机出去了 我跟你跟她说 我送那些礼物 是为了讨好许之一啊 不是因为我和圣光合作 才送你吗 我很想冤大头吗 解释 可能是误会吧 快不到太太吧 她扔了 她扔了 你知道那颗巧合力 我预定了多久才拿到吗 那我去让她给解释一下 站住 你 你还站在这干什么 我 周天竟然这么在意沈青瑶 要是怀孕的事情被她知道 沈青瑶 别管我鲜河 你待会一个地方让我解释一下 让她误以为我喜欢她 只会让她更加的得寸坚持 是 喂 周总 什么时候可以离婚 等你把钱还完再说 行 我知道了 周总 您不怕太太真的离婚 她就是圣光的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她还得起了她 那说不定太太是什么设计机的天才 跟您在一块就是掩饰了个光 明天 是 圣光的珠宝展 你帮我把其他活动全都推了 我去见陪你 让她把沈青瑶三周年的女孩设计了 好 周总 我马上去办 去吧 我还是在意她 她 谁在意她 谁在意她 杰瑟辛苦大家了 辛苦了 干杯 今天晚上就是珠宝秀了 今天我请客 大家都辛苦了 来来进来吃 给她喝 谢谢 沈小姐 你是Penny的助理 你也辛苦了 敬你一杯 不好意思 我不客气 沈小姐 你不会 师父给我面子 你不喝 你不喝 就是啊 许大明星这么便宜的样子 快喝吧 沈小姐 我敬你 多谢 但是我真是你的胃 沈小姐 你是不想跟我喝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又能喝 好了 沈小的确身体不舒服 我来请她 宋总 你这么紧张 好像沈小姐 还是不太紧了 不是吧 沈小的确身体不舒服 我来请她 宋总 你这么紧张 好像沈小姐 还是不太紧了 闭嘴 吃你的饭 沈小姐 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我不觉得这是玩笑 那就是我错了 喝不了酒的话 喝杯饮料吧 咱们大家一起 今天晚上就珠宝秀了 我们玉珠先生 马上珠宝秀生命 干杯 鸡器 义友 汉友 你怎么了 我要有事 救出了千万不要有事 学到 宋总 快送她去院吧 我会吃的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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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是真的还不 啊 啊 今天便宜可能会来的 和总 沈兴瑶不是说她也回来了吗 哦 夫人应该在后台忙吧 你还要去 谁说我要去的 你说他 这个时候沈星瑶说什么 刚刚你去过来 你跟他说什么 谁出这儿了 周总 沈星瑶好像怀孕了 刚才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一直肚子不舒服 所以我从他去医院了 就是 沈星瑶之前还已经孕吐 这次又不知道怎么 盛光就是教你们这么乱说话的事 周总 周总 您不能骗你了 安排车去医院 好 医生 怎么样 医生不准备血泪 他怎么不患了 他醒来了 不患了 你说什么 他怀孕了 沈星瑶说你不随位 但必须把外面东西全部做出来 否则对肚子差有影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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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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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瑶 周总你来干什么 轮得着你管吗 周总 别忘了我媒体想念 你快和杏瑶离婚了 你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 你赶紧离开 离杏瑶越远越好 不要再遇见 原来是这样 我去你找一找 我真是活见鬼了 我竟然相信沈杏瑶和我离婚 是因为吃醋闹脾气 难怪她一番钱都不要 我去找 你知道在里面干吗 她这么着急买破物 她就是想跟宋世悦在一起 真是要么命啊 林楠 她和宋世悦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宋总跟太太咱俩是大学同学 而且那个时候关系就一直挺不错 大家就说他们是 狼才女貌 七十一种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帮她冤枪在外面 你怎么知道 郑哥 按照新疗数据来看的话 还在说 想让我成全她们 走动 你就在这门口守着 如果今天有人见了 明天早晨都不用闪大 我懂 尤其是你们兴孙的 沈小妖 如果我和你离婚了 你是不是很得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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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块石头吗 我和你结婚三年了 我和你结婚三年了 你还要对他念念不忘 你还要对他念念不忘 甚至还让别人捂一杯 你还要他的孩子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这是你自找的 是不是 我从中心跳起的 我从哪里 你怎么做 这门口 我现在在中心跳起的 唯一 我从哪里 你怎么走 我从哪里 这门口 到哪里 我从哪里 我从哪里 到哪里 你再门口 你所管的 我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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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还有多少钱可以先还给你 你以为我是来找钱的 那不然呢 你这个 周总难道你是来关心我的 谁 我也想跟你赚钱这个活 你总算醒了吓死我 怎么回事你怎么会中毒呢 珊珊 我喝的那瓶水有问题 回去的时候你帮我查查监控 好 医生说了 你肚子里的小家伙没事 但是这几天要多观察 过床静养 可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那珊珊你没事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我这也没什么事 那不行 我得陪着你 珊珊你不用动闹了吗 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没事 我有需要的话就按护士领 那好吧 你起来干什么啊 我 回去躺着 累穷 你是 去死我买吃的啦 还要我喂你啊 拔着 勺子 那个医生说 我听到谁就能吃了 吃了吗 我问过医生吧 你这是新规的事吗 只要是对人不说过 不认识的事 你既然现在饿了 那就是没有 我问过医生吧 那医生怎么说 除了食物中毒还能说什么 他怎么跟病了呢 又想发生了 沈女士 我坐在这里 影响你的食欲了什么 沈女士 沈女士 你 到底没有 如果 吃喝点 就晚了 你还是回家吗 我哪有家呀 快吃 吃完我有话关系 不是吧 这时候还来推这儿 就懂了 没有什么 就够了 你到底为什么够了 算了你不用解释了 算了你不用解释了 你到底为什么够了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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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瑶 你想结婚 就不择手段的机会 你想离婚就离婚 你把我拿傻子出来 我从来这么多讲 我可是 只是因为宋侍月回来了 你觉得你们俩可以死灰复燃了 再去前缘了 别想了 你觉得宋家 会让他娶你一个 离过婚的女人吗 离过婚怎么了 离过婚就让别人看不起吗 那离过婚的男人 还怎么不要脸呢 天天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哎 周总 我 我当然不是在说您啊 我只是 取个例子 周总 你想问就是这个吗 不然呢 那周总问完了 你可以走了吗 我有点关系 老师姐啊 你别把自己想得太聪明了 你之前跟我耍那些把戏 我不理你 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和闲心 你以后再把我当傻子玩 你试试 他就是让我给许局设计 几个订工作品 不设计还不行 拿着钱 赶紧 周总 您怎么了 你在这干嘛 休场结束了 太太的包我拿了 我给她拿过来 周总 一酸 他吃这个干什么 据说 被孕期吃这个 可以有效预防婴儿的神经管畸形 被孕 被孕 难道神光传的那些是真的 你曾经过大风传 他和宋世月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时隔三年 他竟然用同样的手段嫁到宋家 飞 飞啊飞 诶 周总 偏你答应给您设计了 我这就把定金转过去 省了他反悔 想和我离婚 谁和宋世月在一起 除非我死 啊 周总 不是当时你自己说 太太还完钱就离婚了吗 他还得起吗他 也是 也是 嗯 周总啊 太太把钱还上了 他哪来这么一大笔钱啊 难道 是宋世月给他的 好 灵难 你抓紧去医院 查一查他到底有没有怀孕 快去 好 星阳 你去给娘出院了 你看 你既然都已经查出来 是谁给我想的部分 就我去的 来 干嘛去 洗牙满牙 你来干什么 我来呢 去想告诉你 你大人的初恋系列 不但没有提卡 反而 你跟众的用力 配不是追击 那又怎么样 也总比 被自己的丈夫嫌弃一样 不要好多 快 你干什么 许实义 你要当小三随便秘 但是 请我不要把我给你事 是要背毒水 玩给你 去医院洗过的时候 现在把你的龙虫 洗一洗 你个疯子 你 让给我下毒 你不是想当周太太吗 这位置让给你了 我赶紧和庭安说一声 收了我的钱和我离婚 到时候啊 我就拉横幅 敲锣打鼓的感情 你 你就不怕庭安找你麻烦吗 怕我麻烦 我不好过 你们两个狗男女也没笑 你 我怎么 我还没喝构是吧 救命 沈金瑶 我这不会放过你的 来人啊 快送我去医院 查到 周总 医院说太太的检测消息 属于她的私密 我们无想拿到 好 然后呢 不过我还查到 查到什么话说 你在干什么 停了 我不知道我哪里惹到的沈小姐 她今天下午来的时候 给我喝了有毒的水 我去医院洗了胃很疼呢 疼 那你找医生 带我 庭安 你就不好记沈小姐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吗 不好记 昨天晚上 宋总一直在忙她挡酒 而且对她很照顾 那天 我还见到沈小姐去了复诊科 宋总也陪着她 庭安 她们这么做 根本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 我为你不值得 你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周总 我确实有查到 太太去医院是不是做什么事 你还真敢呀 许志毅肯定下车 她是吓得不轻 不过 我也不想再和她们有任何牵扯 我现在呀 只想不见你了 你这么多爱周飘了 爱你怎么样的 肯定她也不爱我 当初我和她结婚的时候 只领了一张证 现在 她为了许志毅的订婚礼物 花了我百万 太招了她 没事 反正也是我这儿的结婚 正好 转接你了 让你这么好 她打电话干嘛 我欺负了她的亲上人 她肯定不会 十分钟 来周氏 周董 周董 我是是为何许一条钱的 还有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婚 一日 你一日再提不困 舅舅咱咱咱咱咱咱 等你慢慢采取少许温暗 但是 都没人也能采取少许温暗 我说不 我不会用日子的回事 走走走走走走 那我们是谁 是星宵 周董 前无疑忽 和三千千一样 你想什么意思 你说的呢 你说的呢 都现在还说什么 什么 你这这包包灯得上个傻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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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多东西走在下场 静静好 三年期前 你家有骗我 三年以后 排β 病毒 抗霜 怎老他们 您是小咱 Mars 人会不想 你怎麼想我应该怎么想你啊 你的原来只是有危险 只有利益 为了嫁劳我们不择手段 这些情报 你还有息息吗 在我们这些事情 我没有骗你 你嘴嘴还没有一句是吧 葵虎海 你嘴嘴还没有一句是吧 葵虎海 周总 其他的事我都给你推掉了 嗯 还爱吗 好看吧 好看啊 周总挑的肯定好看 虽然现在老头子步步紧逼 还不是生孩子的最好身体 但是我一定会集中全力 保护好他们的 医生 医生 不好看 孩子怎么样 陈小姐没什么大雅 就是摔了一跤 但是她没有朋友 我还没有怀孕 我还没有怀孕 她哪正在十票 三千票 三千票 现在 你事实在相待上 哪还在哪 我最早在这边 我和苏是谁没关系 那叶酸呢 叶酸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叶酸 周总 我觉得很不必要紧 怎么 我和苏是谁都不看你 我都不看你 我都不看你 他都不看你哪儿的啊 横横这儿啊 横横这儿啊 是你这么远备吗 你 秋天啊 我累了 你们流口吧 武汶 你已经得罪了许许之意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许家会怎么对你吗 谁在生命抗命我 是他先照着认识的 所有的投稿过 我自己就是 你怎么不成诞 你怎么不成诞 你好讲话语 加你松脚是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舅舅不来看你自己的事情 你真是以为不敢感染你平衡是什么 是啊 是啊 你是肯定不做法 你有什么不敢感染的 我嫁给你三个月 这三个月 你都对不起看我 你现在连周焦老师都不着了解 你现在心里有缘吗 我认为 你不就去跟我好 好 你说说对 我谢谢女人 对 我谢谢女人 那我们给你一个 可以 明天早上九点 明天就去见 明天就去见 不是 我 teaspoon 你不需要 我也不需要 ixi 你不需要 来吧 等不久 您能抽出时间来和我坐吗 这家店怎么算是什么 走走吧 干啥来呀 没干啥 这家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沈沈小龙 我可以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是 周董 周董 我不需要你最后的机会 先来吧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人生最大的喜事 我就是身夸发在自老屋里 哦 你虽然还没有死 但是离了 可死的差不多 你是不是已经 厚不及待了 到家里面的 我的事 对 这不老是重重的 谢谢 什么 啊对了 周董 周董 这有离关了 为了庆祝我们 双方和谐友好的离关 你是不是也该跟我说一句 是今天要 这有离关了 你在这几个月亮了吗 是星星啊 周董你回来了 星星大 祝贵你离婚成功 初恋这些事业已经开始满 而且抢风了 已经突破了之前的销售纪录 要不是结婚这三年 被逮当了 你肯肯定 恋爱那么不是 不过现在也不管了 以后 以后 家人家 我会被看着她的 是小姐的男子 我是来找她的 怎么了 是圣子的 是圣子 是圣子的 是圣子的 你继续折磨我 天安还是会跟你离婚 不过 你很快 就会受到我的情节 到时候 我和天安的婚礼 请你不必要来加加 我就真的 不关心你了 宋总 我有说是真不明白 你们胜光这么大公司 怎么会去沈销售我 胜光的是不用许小姐 走走走走 是吗 那 我今天就来偷碎一下 偷碎什么 你作为潘妮的助理 没有及时把我的需求 同不给她 造成了初恋系列的重大损失 送走 我已经跟潘妮见过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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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也说 希望辞职退掉时间 你跟潘妮当面谈过了 什么时候谈过 就 昨天晚上 而且 她很满意我代言 我们还约了下次继续合作 哦 你们两个笑什么 笑你 像个小丑 沈兴尧 你 许小姐 潘妮最近在出差 我想问你是在哪儿见过的 我 我在那个 许小姐 你好歹也是一个大明星 说谎是不好的 谁说我撒谎了 我昨天真的 许小姐 你来的正好 现在潘妮要告你违约 违约 你的代言 在网络上引起风波 你应该自己也说到了 热搜说你不适合代言初恋 河东上有明确的规定 如果你的形象有足足足处备 隐形 有权 告告你违约 并且在你身份的机械 沈兴尿 你算什么东西 让开你自己跟我出来的机械 你现在 还可以够够够的机械 隐形 隐形 小姐 请你自重 你这就游着她什么胡闹 你这就游着她什么胡闹 来你摔摔陈秋 带你 行 可以带她做一切 突然想要和你解决 这些事情 我们都从开开公图去去 有约接近 我家也会想要和你解决她 是你了 我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我只觉得 钟婷 你呢 怎么会写的这种 婷啊 沈先生要给我家药的事情 就这么算了吗 那你想怎样 我爸爸很不满 不过 我劝了他 看在你的面子上 这次就不打算起诉沈小姐了 不过婷啊 你也得帮我一份 说吧 今晚 周伯伯请我一起吃饭 你也来 你让我 陪你去跟他吃饭 我吃饭几个家药 真真有 嗯 可可你们必须吃素质 而且你这么多年了 你就不就陪我 周伯伯 好小姐再见 好 现在就早点 吃饭干吗 吃饭了 混账东西 三年没回来 回来的意思就就太多了 不做不愿意 你自己自己做好 你别生产生产气 好啊 是 怎么 现在这时都去下大师心 然后我 过来来给你老爹了 周伯伯 您还不知道的 平安 已经会使小姐得多了 什么 你终于想得出来了 我早跟你说过 最近家庭座的女人 根本就不配价了 还好三年 还有自己知名 没有必要缠着你 否则啊 我家已经离婚了 没关系了 好 希望你说得到最后 我今天啊 我准备一周诚的名义 举办一场业会 到时候 准备一周诚的老板 走走 对师傅 我的话还没说完 你别来 你想说什么呀 我就想说 跟我还相信 是吧 许一个 你觉得咱们当当部队的儿媳妇 三年前 我都没有事儿的管 三年以后 找他 赵宝哥 赵宝哥 我先先走了 先走了 提案中了 我没想到 你和周诚会弄到这么讲 其实 我一直都知道人家 反复他的控制 这些事情我们许佳可以帮你 只要你和我订和 我们 所以 你一直以来打算是这样的 和我严谨 帮我拿到周诚的婚礼 然后让许佳冲掉 不是这样的 我是 不是这样的 我是 我昨晚在身边 碰到小姐的婚礼 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很亲密 感觉 马上这儿就还很亲密 莉莉 滴 滚 你怎么这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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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给其实我们 fake 你干什么 你 关你真是什么 은鸣 你 你们继续 这 这 周杰 周杰 你有病吧 我给你问一下很多次机会了 十二度没想到的机会了 我们已经离活了 平时怎么不及待的 人家对我做的这种事情 离婚事是你提的 那是离婚信息上千万利路 你这是狗吗 啊 是狗吗 我后悔了 这种东西是生气之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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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生气之瘦 这种东西是生气之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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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难吗 你说什么 不是我说什么 而是您心里在想什么呀 您嘴上说的就挺爱的 可是您做哪件事不就证明了 您爱她呀 没有她的事啊 好 好 当年夫人在她老家车伤身后 您就不让她回去 不就是怕我们在找找害她吗 哎呀 这些年 您一直保持这种东西找得住 想要做这些 您做这些 这都不是我保持 这是 这是 我 得到老保持这件事 跟她 没关系 你追入我心底下 那 那你为什么会再跟你说 他想放社 他想跟我迷魂 他 他就是嫁妻送家 我去那里 这都不让她去那场子 全都不让她去那场子 却我还别人了 这后细都能感受到我的 你永远也叫我醒你给更何事 一生缘分的情 快快快快 救救爸 救救爸 你给什么 你给什么 你花千万点钱 你帮我先电脑都会赢了 我一定要换头 没事没事 没事 好 你再帮我爸一次吧 最后一次 好不好 我帮你帮他还少了吗 家里的房子 扯给我妈的医药罪 你的脚决机还有工资 可以 他要命的 我生了 那就救救自己 星瑶 我养了你这么大 你让这张狗吃了 你走走 我会走走 星瑶 我给你点了是不是 今天这钱 给 如果我给的话 你找东东门闹 你胜闹闹 啊 对了 那个宋十月不是是想追你 我看他太有钱了 要不然 别别别 谢谢 我怎么做的事情 那就是对了 你当周太太这么久了 这一点钱你应该还需要 她的 不 不行 就今天 你总的 你不用时间付钱吧 就明天 不要去算 行 行 你不能说 你说话算话 突然 你会把扳扳扳扳扳扳扳啊 他打开 什么就是这事 这上次来周氏的时候 他打开他一把 你怎么怎么说 你也不认我 你帮我查一查 沈君的债主是谁 周总 你要帮他还钱啊 我有那么好心吗 是时候给他个教训了 谢老板 不是说好了明天还吗 明天一定还 不 这什么话 继续咋 女婿 好女婿 你来到这时是时候 我女婿 超级有钱 要多少钱找他要 都给你们啊 你还敢跟我交钱吗 你是我女婿啊 找你要钱天经地义啊 什么意思 不想给啊 要小心我把沈星尧 卖的暮色去 找人打听好了 明天愿意出三百万 都不再还价的 沈君 你为了还赌债 想要卖女儿啊 又不是没卖过 当初你俩结婚的时候 不是卖了五百万 后来你俩离婚了 他被你玩过了 不值钱了 卖了三百万 还是很可以的 只要你不后悔 好 这端卡顶有五百万 这就对了吗 跑进去啊 哈哈哈哈 如果还在买到达 打残了 扔出新厂 永远别人让他等 崇平安 你是什么意思 这钱我帮你还了 剩下的 就当给你买个教训 以后有多远多 我会有多远多 再敢打新厂的主意 这是钱 我让你走 命马 明明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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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 下 比今天天才一半 永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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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姐 你不是说去抓 小姐要好多钱吗 我也没想到你亲生女儿都那么狠心 不帮你还钱就算了 还找周庭安找人收拾你 你去说 不然你以为 他们两个人都离婚了 要不是周庭安的话 谁管这些事 这些事 你把他带出去 你说说 你现在得罪周庭安 这京城还是购不下去了 你用一穷二白的 这莫克怎么办呢 小姐 莫克是替你的办法 是找死刑麻烦的 你可不能够管我 那我帮你吧 也不是说不行 帮你员 我帮你那些事 帮你拉到三百万 就都是你的 什么事 帮我去把神 你这死了 我坐座 神强 哦 我看你这次怎么回事 姚姚 自己起床啊 周董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 太太太 这个是中午上去出差 给您带回来的 您复原来是个巧克力 我不止 我只是为狗 走走走 狗狗不能施施交给你 我施施都得给你 哎太太 听一句吧 您负借钱是什么 周董 你借借钱 沈君 以后也会不该带周董 货人啊 你想找个借钱啊 送送谁啊 我的电影 真是新鸣 你到底没太多啊 你离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 我只是接人家 你不容易就不费 倒是你 一而再三而三 帮那个独鬼父亲还钱 为了他能知道 他奪过的人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根本没有考虑过的未来 到底是出唇 还是是啥 我能够他换钱 我在干什么 你以后都能够得出唇 谢谢 那你说好 就去学院看看 这不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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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老婆 你说 她是个突然三病了 怎么个突然三病呢 欣香 车车快快点 白天受精了 小家伙也不得了 没有 他还乖 谢谢 画在那什么呀 你个宝宝 周年不是让我给许之一设计广告一页 那我可得跟许之一设计广告许之一设计广告 这也太适合她了吧 真是不得了 不过你说她还健康呢你啊 谁知道 谁知道她在聊我们的许之一 你说有多个可能她有个之后发现 她喜欢你 怎么感到呢 她要喜欢我还会许之一认为我呀 不过她帮我 你再试试吧 你再点睡吧 晚安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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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 我可以好好顧你 心里可是什么的 心里巴蜀 周周周 我给你讲笑话 他要走在路上 走了 他要走在路上 他拿了个刺的 然后 你只是找不到他有点 还能给你电话 最好 是不是 我 我就是 叔叔好 嗯 那那笑话呢 来讲 那周总 你又是什么笑话 来讲 不过 小偷可以吃什么 好吃什么 不过 好吃什么 嗯 我还没吃呢 其实 想要买到星期吧 这周总的那边 把当局的衣服做过来 这周家 就这么有锅子了 好好的 别想起来 我觉得 这个 这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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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给周天的设计稿 可以按快去做 细节 到时候我们再沟通 好 有意思 星瑶 我现在已经斩你 有力了 星瑶 快把他更新了 快把他更新了 一 minute 就去看看 你 就去看 这次 可受信号跟我走 丁度发展 抓走 抓走 什么 深枪 你不能做事 确认不出事 不可以死 周董 太太肯定会有事 你说人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 她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 李娜你过来 你给我查清楚 这场事活到底是人为还是意外 回去 好好查一下 是不是跟老头子有关系 去 好 你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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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谢谢 谢谢 对 她 她 她 你们帮我 给她 给她 我也会出书 具体更多了 恶心 想哭 虽然 微不出会会有点感动 但是变得人怀疑四个人 我心想不知见到人认识的反应 有问题 你刚才说说话 我心想不知见到人认识的反应 因为 我先去去 上上去去 变得人会怀疑四个人 你不知道 变得不知 continually 我都没有想说 什么 变得不知 自行 变得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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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车车好 春总 你怎么在这 谁知道 也许是路过吧 那拿点这份 我联系我朋友过来就行 连许是谁 崔珊珊也是很远 是谁都行 除了我谁都行 你想要送水月过来 提前和你肚子里的孩子搞好关系 然后把我这个亲生父亲都忘了是吗 我都知道了 不然呢 你还想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沈仙悠 你胆子真大 你怀了我的孩子你还跟我离婚 你脑黑到底想什么呀 是你说的不要他 是你说的不要这位孩子的 我是说过不能让任何人生下我的孩子 最起码这两年内不可以 但这并不是欺骗我的理由 你想干什么 你害怕我对什么 特别 我们已经离婚了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和你不快 你离婚之前 并没有告诉我怀孕的事情 这算恶意隐瞒 所以离婚不作数 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也有权利决定这一切 如果好好待着她 每会月雪 你哪都不能雪 承天说这个还是你死的 难道她醒了 不行 爸爸 爸爸一定会命 状态的人是沈娟 警方已经来通知她了 咱们也派人一手 嗯 对了 老头子那边 有动静吗 董事长叫了几个董事一块吃饭 应该是准备状伤了 这个老头子 果然还是不敢让私生子 手握周氏的大权 开始按捺不住了 那咱们 她已经起了心思 绝对不能让她得知 行鸟毁明的事情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 她 会经起她的注意 你派那儿勘查 是 你是沈昕洋的丈夫 这段时间要度出于别人的丈夫 她之前流过产 这次又出了超光 其实不是 你说她流过产 是啊 根据子宫恢复情况 应该在三年前逛工 你是她丈夫 你不知道吗 她 我去没有骗我 可是她为什么 周总 太长三年前出过了车祸 基本是周载四载八卦八卦八卦 那里边的程序主持长 你是她 应该 你在这儿给我好好看着 我回趟老柴 我回趟老柴 少爷 老爷真的下去了 滚 三年前 沈昕洋流产是你做的 招人说她没怀孕 也是你安排的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不隐瞒了 是我让保姆推查流产的 没有怀孕的检查单也是我找她做的 有问题 为什么 我们周家的孩子 不应该由这样低贱的女人来生 你就是一个意外 我不行 这个不用了 所以 你就亲手害死了自己的计算层 不然哪 要不是你这三年来 把她不放在心里 不让她出去丢周家的一点 她也当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周太太 你敢去发生迷惑 妈的 敢跟老子就要玩是吧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子给你的 不 自从我结婚着实以来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而你 你不过是一个曾经抛弃棄子 现在又害死我孩子的混账 这笔账 我早晚就一天连等待你们套回来 你想干嘛 周杰 我警告你 你妈在哪儿 只有我知道 你最好说我白瓜 你这辈子 都别想逃出我的帐空 周杰里有三十万 按照我说的去做 可是周董那边 他现在没过来上 况且有我在 你怕什么 事成之后 还会再有一块 沈静悠 沈静悠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让周婷安承这孩子的计划 怎么办医生 陈阿玲 能备一下吗 我要跟你去手术 手术 什么手术 我没有预约这个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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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周董那边 不离 三二一走 我知道 我可以 先去上个厕所 然后自己回去 零搜到柱子 千万别 赶紧 你谁 你要干什么 和你我 让我猜猜 该不会 是周婷安 她不想要你肚子迷的孩子 怎么知道她 沈星瑶 你还真是错了 我们告诉你 田安去安排我和她父亲吃饭 要让我们两个人订婚了 姐我不要了 没有什么好得意的 沈星瑶 你也就这张嘴硬 你知道 田安她为什么一直不要我的肚子迷的孩子 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 周婷安 她是非常自发的 什么 所以你觉得 她好不容易才掌握周氏在周家站稳脚跟 会和你这个没名没分的女人结婚 让你生下她的孩子 好让她父亲掌控她吗 所以她 所以她不要你肚子没了孩子 因为你不配 她我就不一样了 我们两个人们当户对 所以她和你离婚和我订婚 至于你 我没那么大方 让你这个前院留着她的孩子 我的想法 和她一样 我 尹星瑶 你干什么 是 我是没身份没地 但我也不是可以随意操控其子 不是你又可以随意闻人的身份 告诉周婷 这孩子是我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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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跑了 你就别怪我了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想跑什么 你在这儿愣着干什么 她们快去找 停啊 你来干什么 我是担心沈小姐 听说她出事了 来看看 没想到 她自己给 不会是你做的吧 不是我 最好不是你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死得很惨 庭安 我知道你在周家的处境 我们不是敌人 就像我说的我们可以合作 不需要 我知道你不需要 可是今天处境不同了 周伯伯要是知道沈潇怀 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可以订婚 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我们整个许佳都会帮你 你觉得 我需要你帮我 你当然不需要 可是 你一个人对抗周伯伯的话 有点太难了 你威胁我 我不敢 我只是不想看着你为难 让你夹在中间 不劳烦你费心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周总 沈潇怀呢 还没查到 是董事长那边 他又要干什么呀 董事长刚刚把 和沈潇怀这场建设家送的项目守护事 说是下个月在哪儿 这可是周世纪里面最大的项目 之前是一直您在筹备 如今董事长这样 他想架空吗 但是他也得真有那个本事啊 那咱们 找人 继续找人 是 等一下 林达 我母亲那边 有消息了吗 你还没查到 董事长那边瞒得太紧了 我 务必 在渡家村的项目有定闻之前 把人给我找到 是 沈小姐 这房子是我以前住的 家具齐全 我也定期过来打扫 可以直接拎包住住 你觉得怎么样 沈小姐 顾阿姨 我觉得挺好的 先坐半年吧 好的 我去拿盒头 那是我儿子 十五年前照的 那时候才上初中呢 他现在 应该已经成家了吧 听说 已经结婚三年了 听说 不说这些 来请签合同吧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觉得照片上的人 有点熟悉 喂 星星 你都安顿好了吗 你都安顿好了吗 你是不是知道 周婷安长你都找疯了 他找我之后会来打掉我的孩子 我跟他 不会再见面了 我支持你 辰山 你要有时间的话 你帮我把 给许知一设计的 听话礼物给他吧 这样 我们就两个相亲 我知道了 星星 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 我会的 你也是 周总 你来干嘛 他呢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星星不在我这 他除了你之外 没有别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 你赶紧告诉我 要不然今天 周总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星尧看不到你这副模样 你不用装了 这是Pini给你设计的订婚礼物 拿着这套礼物 和你的许知一相亲相爱去 谁说这个礼物是 你再过来我要报警了 这我明明是给沈星尧的 他 这个女人 正没天气 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周总 周总 咱们的人查到 顾飞人在海城出现过 最近公司高层有所变动 您确定要这个时候 到海上去找他吗 十五年了 是时候该亲口问一句为什么 我不去 快去 不去 哎呀 告诉周正德 这是他的亲儿子 是 他如果不想要 就扔了 我是不会再管这个累赘 妈妈 我不要回这么周期啊 你不要丢下我 我会听话的 我到底有多么面目可憐 让他们所有人都想跑下我 周总 我这次去海城 也是为了亲自拿下 横远那个独家村的项目 落地之后 你马上去安排一下 好 还有 看好许家 许之意不简单 是 周总 我马上安排 那 太太怎么办 等我解决完这件事情 亲自去找她 听说这是海城最特殊的餐 哎 周总 你果然要试试 去做 走吧 林总是过来度假的 是吧 不是 这不是看您情侧时间 胃度不好吗 怕太太看见 就会被人家心 不许是太太吗 周总 太太怎么会送这么快就怕 对了 下个月是恒远集团 王董和他夫人的结婚 四十周年纪念日 王董说他夫人 很喜欢你的设计 很想找你定制一个 纪念日礼物 你如果不想接的话 有钱 有钱 不赚大笨蛋 再说 王董得他夫人四十周年 应该很难赖吧 最大 我爸爸真的喜喜好 那行 那你负责猪宝设计 我来帮你拿上细节 这些 这些大学 不用 你现在可是老板 怎么能那么跟赶宝回呢 一套猪宝还是可以的 你还会是合适 为日的用机 我收过 万事给我 不必买 好 嗯 这 你说呢 说好 你来干什么 我真是打他 在这也没婚伸对付 你这么关心我的话 我可以让明楠把我的心找到 这好 你们两个已经离婚了 你这么 宋总误会了 我今天来的是想和宋总和女生 更好碰到的犯法 咱们可以一天治愈 宋总 一顿范围的还是请得起 沈小姐 应该也能不能接你吧 你怕什么 我也不会吃了你 你们周氏从来不涉足珠宝行业 我们盛光也不会和许小姐再有合作 我不知道我跟周总还有什么可谈的 宋氏 以珠宝起家 我听说 宋总在上大学的时候成绩优异 毕业之后更是去到了巴黎身上 回国之后 没有选择继承家业 而是去到了盛光 尽行历练 这么有上帝心 果真是跟那些豪门二世祖大与似同 对 我会不会说话 我夸她呢你听不出来啊 不敢当 周总过奖了 不要谦虚 你敢当 你太敢当了 沈小姐 您觉得呢 是啊 宋总年轻有为 可比那些大貌岸然 庄横跋扈 事残灵肉的人好态度了 沈小姐 人长得漂亮 可惜啊 长了一张 不会说话的嘴 谢谢周总大家 不必客气 服务员 这两个绿的不要 剩下的 全要的 好好好 杏尧 你怎么了 周廷安 为什么会偷偷到海城 我听说周氏和安远集团 有一些度假村的项目 就在海城 他可能就是来出差 碰巧遇见的吧 原来不是特定的 警长啊 你之前说你来海城 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 安心养胎 但是周廷安这最近一直找你 你们之间是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 还是说 那个车祸就是周廷安 恶意诽谤 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宋总 周总原来是斗法的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宋盈 我想跟你聊聊 宋盈 跟你没什么跟着 宋世约 到底想干什么 幸好对我的孩子 你不会不知道 我知道 只要幸好验尽我现在一起办法 我会对这个孩子去 宋总 你好心帮我养孩子这件事情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啊 可惜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童谣 我有话跟你说 过来 周总 我们已经离婚了 孩子是我一个人 我一直在干什么的事情 童谣 你到底为什么跟我离婚的 是因为她吗 你一直都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我和其他人都不安逸 好 那就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你又吃错药了 我 我 你怎么还不走啊 吃狗粮没吃够是吧 周总 我跟该走的是你吧 十月 我们走 周总 你们追吗 他要帮我送我跑了呀 追什么呀 反正他在海城 在我身边 你跟上去 查查他住在哪儿 好 诶 等一下 那个姓宋的 你给他找点事干 别让他总跟着姓妖 您放心 我肯定安排得妥妥当劳的 干活了 沈青妖就住这么个破地方啊 你看 瞧 周总 周总 太太可能睡了吧 他手机的呀 睡得比鸡还早 周总 咱们是不是有点找您啊 也是 那 要不我明天早上再来 行 来 你们怎么来了 我小心 沈婷啊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住在这儿 我 我 我 没地方住 这是我租的 这片地都是我度假 最后也是要让我住这儿走的 出门左转 我家 新级酒店 周总 您去那吧 你 太太 我刚查过了 这附近的酒店 都定满了 真是 呼吸一场 你也不忍心 让我出去 流浪街头 我忘了过这儿 哎 周总 太太 外面下阵雨 周总 还感冒了 你就收留她一晚吧 太太 求你了 求 谢谢啊 太太 周总 我先走了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 让你住得更不开心 是啊 这里自然是比不上 周总寸土寸金的别墅 弄够了吗 那我赶紧走吧 那我赶紧走吧 你要干什么 我请到你啊 你要是再敢伤害我的孩子 我就 你叫什么 放箭 谁行啊 你不要喜欢别人好的好 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不会吧 你 听见我说什么 对吧 好 我刚刚 暗示性要努力一下 再给我一点时间 正好 你好好想一想 什么时间 让我有能力保护好你们的时间 喜欢更用了一半 又加倍喜欢 她还会竟然和我说这个 真的 她不是让我给你结婚吗 她不会是想和我复婚呢 这样才有资格打电孩子吧 她们没水了 她们没水了 这周天一来准备好吃 又说我什么坏话 没什么 那这没水了 你偷我怎么办 就不劳之后总费心了 我去烧水 等着 怎么烧啊 我看顾阿姨家好像有个煤炉 上次看到过 应该还能用 在哪儿呢 厨房 你要不要这干什么 我去吧 坐着 狗男人竟然给我双手 周朗你会用吗 会 你 要不要我来帮你 不用你了 我自己可以 你这个门 你们家这个门 确实不太好事 那个 水烧上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吩咐 一次性讲完 那个 我饿了 我是孕妇 我饿得快要很正常 那我给你做 还是我给你买的 你知道吗 两台客气得给小历史 这次客气没办法买 好 等着 周庭安 竟然在细节上照顾我了 过吗 嗯 杜杜你吃吗 我会吃你吃吧 嗯 沈云啊 我跟你说个事啊 嗯 少吃点垃圾食品 对脑子不好 那你多吃点 你脑子 这好诡异 我总觉得像是上段头 还前世的践行者 好上来 要不 还是我来吧 闭嘴 我跟你讲啊 你要是想用这种方式和我复婚 然后 让我打掉孩子的话 那是不肯定的 你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跟你复婚 为了打掉孩子呀 不是吗 我真想拔开你的脑袋看看 你每天到底在想什么 你别动 我就报警 你报警吧 报警也没用 你瞎懂什么 刚才不是蹦过你水烫不烫吗 公公被蚊子叮了一下 哼 原来你除了招男人喜欢 还招蚊子喜欢 我要是招男人喜欢的话 那我咒咒你 为什么不喜欢我 谁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 这天啊 这天啊你 这天 你能不能进别人房门前 先敲个门啊 我从来不随便进别人屋室 你什么意思啊 所以现在在你眼里 我连个人都不舍是吧 真是蠢 你还不换衣服啊 你这等着我帮你换是不是 你先出去 你管太慢了 我帮你换吧 坐下 用手 小腕 做什么 是 不归啊 你走那么快 那你个鸵鸟帮回来吧 我来看一看 哎 打扰了 拿着刀 看着我干嘛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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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了 吃了 想吃什么呀 吃单子买的 你 中邪了吧 小姑娘 这是你老公吧 他对你真好 一看你们就是恩爱夫妻 我不会看错的 对我们就是恩爱夫妻 你眼光真好 没想到周总 你也会跟着我吗 我小时候就在这种地方长大的 你 嗯 小时候 我还以为你从小到大 都是趾高强目中无聊的大少爷 你什么呀 那你小时候 你爱你 当然了 哪有母亲买自己孩子 那你会比我像她吗 绝对不会 周总 你用这个干什么 走 进去逛逛 周总你要买什么 你说呢 快进来吧 周天安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选选吧 选什么 你说呢 能选什么 我带你来这儿就选 选美的吗 那不用了周总 这些东西我都有啊 来你过来去 好 这件绿色的还有这个蓝色肥 其他都要 好 好 这口感是不是疯了 周总 这件衣服是 刚才你是不是喜欢穿的 先生太太 你们的宝宝多大了 我可以给你们推荐合适的 他肚子 你给我推荐推荐吧 这个宝宝以后都可以穿你 可以做身体 那这样 把我收拾做 请包起来 好 我们会送货上门的 再来扣款 你这点 你跟我来 走吧 这回真饿了 想吃点什么呀 不想吃 那还想买点什么 谢谢周总好意 我不想买 我想买行吗 我买着玩 我钱多 我烧得慌 周总 你这样 会让我误会的 你说你这个人 你误会什么呀 我不去给你买一点 你怎么了 要去医院吗 不去 我不会让你有机会 打掉我的孩子的 你长点脑 老子吧 我如果真的想打掉孩子 那这几天我在干什么 你男生在骗我 突发心计 要注意休息 你这个丈夫 当得也太不负责任了 病重一多次 尤其是你初期 你怎么照顾她的 你说我 我不是 不是什么 女人这辈子 就怀孕的时候 受的苦最多 所以说 一个女人愿意给你生孩子 那是爱你的表现 好的医生 我也会出来了 看样子 你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这个册子你先看看吧 好好好 你好好休息 我守着你 你守着我 你守着我 周总不会想趁我 试着的时候 把我的孩子打掉 我 晴雅 咱们俩已经离婚了 我没有权利 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之下 被你流产 你明白吗 你这也是吗 那你随意吧 小子 我要休息 为我生孩子 是爱活的表现 那她 晴雅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天啊 你还不知道吗 周果果已经把 独家冲的项目 给我们许家 你和她合作了 你和她合作了 这不是我的本意 不过只要你答应 和我订婚 我永远在你这边 你想都别想 我知道你想把握 水晴雅 但是现在周伯伯 已经知道了 她怀孕的事情 你觉得周伯伯会放过她吗 你说的是不是 是她自己查到的 周婷安 你现在只是 失去度假村的项目 再这样下去 你会失去整个周家 到时候你拿什么保护她 你就这么笃定 彭远会和你合作吗 彭远集团的夫人 是Penny的粉丝 我已经邀请到Penny 给她设计 周婷安 我等你的消息 只要你答应和我订婚 我会和你一起保护神经浩 你没这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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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婷安 你果然是在骗 我差你不信 沈兴阳 沈兴阳你睡了吗 周总 你别懒了 你怎么又变脸呢 你先好好休息 我晚点回来看你 你敢来我跑 你敢 你看我敢 你给我老实点啊 我希望你 Sasaki 咄嗦 姑姑阿姨 我跟健康连欣说你住院了 我来看我 醒 evolve 你的前夫是 是叫周婷安吗 嗯 阿姨你是怎么知道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她 孩子也是她的 嗯 如果我们已经离婚了 这个孩子现在是我一个人 为什么离婚 太不爱了 也不见了这个孩子 阿姨 因为阿姨 你有儿子 她这辈子 大概不会想见我 为什么 她恨 我以为 是为了她好 所以 才把她送了回去 没想到 我错了 她过得并不好 等我想把她带回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她应该很难过吧 她以为 我抛弃了她 不要了她 我骗她 带她去玩 却把她送了出去 所以 她肯定最恨别人骗她 她被送出去之后 每天都在被打压 童年 过得一定很痛苦 也许 你老公 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她只是 不想让孩子 重蹈她的父子 过她童年的生活 当然 我也只是这么一说 天色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对不起 廷安 这也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这政策会这么对你 我不会把你送回去 我现在都过得挺好的 我现在都过得挺好的 那星瑶和她呢 我明天 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麻烦您帮我召开一下星瑶 千万不要让我老子发现她 你放心吧 我会的 谢谢 谢谢 许志毅竟然说带了潘妮去给王她的设计产品 这个女人 约瑶 我准备一下 你带我去立个宴会吧 可你 这 她不是要带潘妮去吗 那我岂能辜负她的好意 之前的账 好 十三天 妍啊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这不是你最后的结果 她轮不到你对我指指点点 你可别晃 王总 王天太 许佳姐 这位就是佩妮 王先生 王太太 无论你想要什么的设计 直接应该说就好了 什么都没王总 王总 王太太 王总 我们许师和宏忍 关于度假村的项目 是不是可以敲定了 许佳提出的方案 远没有我提出的好 对吧 王总 周董 王先生 我太太特别喜欢佩妮 最想要她的设计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下次再合作 可是王总 我们之前 秦安 你还不跟我合作吗 到时候周伯伯来找神经 都麻烦了 王总 麻烦你再考虑考虑 我提出的条件 可以让你们获得更多的利益 周董 你说的我都懂 只是 潘妮一直都很沉迷 但许小姐 竟然把她都找到了 是啊 许小姐真的很厉害 居然把潘妮请来了 这份诚心 我很感动 谁就能叫潘妮 你怎么来了 沈妮还好吗 沈欣妖 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们说的这些 你听不懂 许之义 事到如今也还在想 沈潇你在乱说什么 她 根本不是真正的潘妮 她不是潘妮谁是潘妮 你不要忘了 我们大家可都知道 你不过是盛光的一个小职员罢了 就凭你 也配在这里指点潘妮 我比在座的大家 都是 凭什么 因为我 就是潘妮 你是潘妮 所以你才 沈欣妖 你在那儿乱说些什么 你怎么可能是潘妮 我是潘妮的老板 欣妙 她就是潘妮 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没想到吧 你三番五次想代言的作品 竟然是我设计的 如果不是你不要脸 你能代言我的作品 你 还找了一个 展开你的妄充人 我不知道你想算计什么 但是你设计侵权 我会起诉你 许佳姐 你也太口烦了 竟然骗人 我们宝月 不会借跟你这样的人 知道吗 我们 也会拉黑许诗 不要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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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是你 这是挺吓人的 小婷啊 我 我 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哪里比不上她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她比 周董 太太的父亲被抓了 她工人就是许直义出现收买她 去撞她 是 许直义 现在许佳也保不了你 噓 我一定会让你牢底坐穿 不要 我不要 我 我 你不要这样对我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你错就错在不应该伤害星鸟 等久了 我才没有等 你为什么对许直义那么难 她 不是你的问题 以后禁止你吃垃圾食品 这不垃圾食品什么事 你太笨了 越吃越笨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我要去许直义啊 你 真是 你不相信我 三年前 你不是也不相信的 我错了 你 竟然会说你错了 来海诚之前 我得知了三年之前的真相 是老爷子派保姆推了你 而当时我并没有选择相信你 是我的错 对不起 即使我没有得知真相 也会想复婚的 星鸟 再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 好吗 我们复婚吧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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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设计的那个 早知道你是派妮 我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所以你脚子派妮设计是 为了你 不然还能是为了谁啊 我一直以为 你喜欢派妮 就找她设计了咱们三周年的 纪念日礼物 那 你们还看过吗 那 你们还看过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竟然设计了个王八给我自己 我给你戴上吧 为什么 也是 你自己设计的 都没有惊喜了 只有惊 没有惊喜 你什么意思啊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呀 这 你是不是又想跑啊 这人不知道 你的 如果 但是我想江湾在对了 你不还可以 我不要也不想跑啊 那我们把我帮他们的 再说 我们那我们把我们拥有 那些吧 不这些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 一切你看到处了 我们的 在那边 我们 で 我们的 所以周恬 你来干什么 沈苏妖 我不会让你这种女人 怀上我们周家的孩子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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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你 我叫救护车 我叫救护车 我只能有你这一个错误 张楚 我就不应该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神经要肚子里面的孩子 他就更不应该 你不是的 我这肚子里面要坚持住你 你也要活下了我 三千万 我没有能力保护你的孩子 三千万 三千万 都被保护了这么一次 神经要 神经要 我没有在第一世界选择信息的 神经要打败了 好吗 神经要 神经要 神经不成 神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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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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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志毅告诉我 你都和他在一起 许志毅说什么你都行 她是你妈呀 那你又怎么回家 太太 您误会周总吧 董事长这个人太阴狠了 周总为了保护你 他一直在公司跟董事长同学 你最新为什么 因为 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对你太伤心 我更不能让他 从我手上躲走周总 那你 应该把这些都走了 我以后 什么都告诉你 走吧 给你爸三天年假 多谢周总 周总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 来 来 小龙吧 给你戴上 过不了 戴上都好看 你自己设计呢 你自己设计呢 你不戴也行 但你们告诉我 那一天宋世月在议会上说 她女士她的初步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反正 不是我 真的 我又不认识谁 我靠你 宋世月不是我的初步 难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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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你不吃垃圾食品 你也不认识 所以那天在暮色 那不是我们的自己 所以那天晚上 巷子给人是你 你自己记不住 你还管我 所以说 你对我是 你 你对我是一见同情 我才没有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欣悠 咱们复婚 好不好 好 看你表现吧 许悦 你怎么来了 欣悠 我这次来 是跟你道别的 我能看你错了 你很爱赵婷安 因为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尽量人生得开心 还有 你记住我说的话 你是唯一的新王 不要让任何人 也是这么丢 哪怕是周婷安 如果他敢亲吻的话 随时来找我 谢谢你 谢谢你 是 这个是新王 又不好 你们 恭喜出院 新王 妈 妈 你为这是 是我做的饭菜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合 妈做的 我都爱吃 快吃吧 星瑶 我还以为你跑了 肚子有点饿 要不 吃完这个饭再跑 可是 我还没看过你们俩的婚礼呢 那咱们就满足妈的心愿 再结个婚吧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妈会很难过的 晓瑶 咱们不婚吧 免家答应你了 我会让你帮忙 你是故事 你还会把这些空间房 你也会点到 我会给你帮助 你帮忙